接下来方正老师要继续来讲 如果我们的原本是从C打1变到C打2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是原本是C打2 然后你变成C打2 原本是C打2 然后变成360度加C打 这个是C打1 那这个应该就是 就是它的N2N2 R2Y2 那C打1就是R1Y1 这样子 那因为Science的R1就是R1 那这个C打1有什么关系 这个C打2有什么关系 那如果它本身彼此啊 这两个本身彼此 它有关系可能都相等 只差符号的话 那么它的最后答案 它就会是都一样一直差符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F1C1是N1N1 F1C2是N2N2 那如果你的 这N2就正负N1 N2也正负N1 正负N1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这两个数值都一样 所以它们两个是 可能相等或差一个符号 相等差一个符号 比如说我们把这两个是相等 那这个是符号 那既然这两个一样 那这两个差一个符号 那这两个值 就是会差一个符号 是固定一定差一个符号 那不管你这个 这个 这个到底是正哪一符号 这个两个都正3 这两个都负2 不是 这两个都正3 这个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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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边也是负2 这样或这样的符号 那这样子的话 它 还是一样的相等 比如说 不管你的N1 跟这个 如果你是正3 正3 正2 那你这个 正3 正2 那你这个 还是一样的 再没关系 你是负3 负2 那这两个 还是相等 这两个还是相等的 那这个 还是差一个符号 所以它最后还是差一个符号 所以跟你的正负没有关系 无论你 正负 你的 一开始的C大 如果是M1 N1的话 那你一开始的C大 在立即向线 都没有关系 第一向线 第二向线 第三向线 所以它M1 M跟N的正负 其实没关系 其实就是告诉你说 这个 跟你的向线 C大 是立即向线 是没有差 比如说 我们用一个例子 365 加C大 那 这个365 加C大 它就还是不在原来的地方 不管你系它在哪里 都比较高 所以 你的 Science R分子Y 所以 这个是第二个小数 R分子Y 是第二个小数 可是因为 R都一样 这里面的所有的 都是同样的 同样的半径 所以 R2 是等于RY 那你的 加360度 你的Y也会相等的 所以这两个都相等的 那这个就相等的 这个就永远的正等 那它不可能有负能 不管你的C大是低级向线 你在这边 你的XY 加了360度 还是不变 还是不变的话 那这些就是多相等的 既然多相等 那它就会想 就是一样 不会再不变 不管你的C大是低级向线 同样的 Dosine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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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sine也是三百六十几度加C大 那你是R分子X 所以 这个是R分子X 那原本的C大在这边 它也是XY跟你的XY是一样 所以 你这两个X都相等 半径也相等 所以 R相等X相等 那所以这个也有 同样的 同样的H也是一样 你也是X分子Y 那多个相等 好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好 比如说 180度加C大 好 8 180度加C大 好 180度加C大 的话 大概是R分子Y 那我们就想说 180度加C大 180度 通通要变号 通通要变号 也就是说 你这个 其实跟它的相关系呢 是等于负的 好 这个是等 负的Y2 那这个R呢 不会变 负的Y1 Y2等负的Y2 原本是 原本的是Y1 Y2 那新的是 不是Y1 原本是X1 X1 Y1 后面是X2 Y2 那它的X跟Y 变号 所以Y2是很符合 X也会变 但是在这边 你会发现 因为它R是什么变 都是想的 所以这两个呢 会插一个符号 所以这个跟这个 可以插一个符号 所以这个 跟这个 可以插一个符号 等 负的这个 等于负的这个 等于负的这个 等于负的3 这个 不管你是C大 是第几向线 它都一样 因为不管你是C大 第几向线 它加了180 它就是跑到对面去 跑到对面 不然第二向线 跑到对面去 XY都会变 那X2 后面的Y等于前面Y 加一个符号 那这个是前面的 R跟Y 所以它都会是3 那多一个符号 所以就都会知道 不管你其他自己相信 好 同样 我们在Cosin也试加 Cosin的话 它也是等于这个 那它 是 R是相同 X也是变号 所以价值来带 XY都会变号 所以自己要变号 那变号 变号的话 这个 本身 本身就会多一个符号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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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部分就是 R分之X就是空塞 那现在多一个符号 就是这样 那 那 TG也是这样 TG呢 它 是这个X分之Y 那 你的X 是原本 负 都要变号 加180 都要变号 好 肯定复位 这个 好 那 Y也是 那复复位得正 这两个会约掉 都跟 X1 Y1 一样 所以 所以 不管你是Cos 一起向前 那我们现在来 维护一下 变双不变 正負反向线 这个 是 90乘以2 都是双 双的话 双也不变 TG 不变 Cosan 是不变 正負反向线 那我们说 这个180 加Sita 你把Sita 先当作对球 我们看 是第三向线 对子 是负的 第三向线 就是TG TG 会正 TG 会正之外 不正的 其他两个 这个是负的 那 我们用第一 把Sita 当作第一向线 来这样子看 就是 直接判断出来 其实Cosan 不管是第几向线 这样的关系 就是负的 这样的关系 就是负的 那我们就是 方便记忆 就是把Cosan 用第一向线 来看的时候 先把这个判断出来 所以 这些的 不管第几向线 这个是 或是对的 这个是 所以 其实你不管 是加36 还是加18 这些都是一样的 那其实 你用 3600-170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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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也会对 好 等下才去 原则上 这样子 就可以保险 好